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我们还是会拿他死后的嗜好孝来称他为秦孝公一样 接下来为了行文简便在商鞅授封之前 我还是继续称他为公孙杨好了 话说回来 辞者通界记载公孙杨在这一年进行赋税制度改革 但问题是前边不是已经改过了吗 怎么又要改呢 胡三醒的注释说 先前不是费景田开签末了吗 周朝传统的十一税没法再用了 只能换成新办法 新办法到底是什么呢 胡三醒说 大概就是按目征税了吧 在这件事上 司马光和胡三醒其实都没说对 辞职通界这条史料的出处应该还是史记 但史记只说了三个字 出为负 实在过于简略了 大概的意思应该是说秦国首次推行了某种赋税政策 但到底是什么政策呢 不知道 历代学者各有各的论断 说什么的都有 看上去比较站得住脚的论断是 这里的负指的是口负 口的意思是人口 所以口负就是人头税 公孙杨的这一次变法 很可能推出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例人头税 人头税顾名思义 有一个人就要交一份税 变数在于哪些人才算人 老幼病残算不算 女人算不算 奴婢算不算 这些事情一旦深究起来 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 古代中国的农业税基本有两种形式 一是填妇按土地征税 二是口负按人头征税 春秋时期 鲁国搞过初税母开始按照铁母征税 相对而言 秦国这次的初为负可以表达为初税人 开始按人头征税 拿今天的标准来看 这两种税收原则显然都不合理 今天我们最熟悉的税种就是个人所得税 算法是用年度个人收入的总额乘以阶梯比例 收入越高交税越高 如果拿这个思路去看古代的农业税 会觉得按照产量征税才最合理 这种思路啊 确实在历史上发挥过作用 最典型的就是汉朝初年休养生息 税率一降再降 从15税役降到30税役 所谓30税役 理论上说应该是农民缴纳当年收成的三十分之一 作为税赋 但问题是每户人家到底收成多少 其实很不好统计 站在农民的角度 面朝黄土备朝天 辛辛苦苦一整年 多少汗水换来的这点收成 不管遇到的是横城爆炼 还是轻摇伯父都不愿意浇水 但既然胳膊扭不过大腿 这份租税非浇不可 那不是按比例征收吗 那就尽可能把收成低爆一点 租税就能少浇一点 对照一下集体耕作的时代 大家一起耕作宫田 从一开始就明白 宫田归宫 私田的收成才是自己的 所以真等到把宫田的收成归宫的时候 不大容易产生多大的心理落差 到了小农经济的时代 农民的心理感受就不一样了 自己一个人或者一家人 从头到尾更做自家的一块农田 到了收获季节 要亲手从总产量里边拿出一部分交工 难免会生出被胁迫被冥想的怨念 于是对于产量 刁民倾向于低爆 酷利倾向于高爆 做手脚的空间太大 稽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所以至少到了汉武帝末年 赋税到底还是和耕地面积直接挂钩了 有多少地就交多少税 农民就算还不情愿 但已经不容易做手脚了 那么这个就是最好的征税方式吗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某个家庭四室同堂 一共有五个状劳力 拥有耕地一百亩 如果每亩地每年要交十斤粮食 那么他们全家每年需要承担的负税 就是一千斤粮食 几年之后 这家人的第四代开始步入成年 可以下地干活了 耕地面积没变 劳动力增加 人们的自然倾向 就会是通过深耕细作来提高母产量 这一深耕细作 粮食产量果然增加了 但全年的赋税照旧 还是一千斤粮食 站在朝廷的角度来看 这不就等于吃了一个闷亏吗 如果按户征税 那么这户人家的人丁 虽然越来越兴旺 但只要不分家 就还算一户 缴税额度照旧 朝廷啊 还是吃闷亏 所以公孙央才会调整政策的 奖惩机制 瓦解大户人家 催生核心小家庭 政策执行到现在 看来力度还不够 毕竟再小的户也比单个的人 规模要大 不如再搞一个人头税好了 无论按户征税 还是按人头征税 都会对肯荒产生激励作用 道理不难理解 如果税额是由人头决定的 那么无论是一个人也好 一个核心家庭也好 一切边际收益百分之百 都归自己 假设啊 有张三和李四 比临而居 交税啊 要交同样的额度 初始耕地面积和耕地品质 都是一样的 但张三努力啃荒 耕地面积 迅速扩大了好几倍 粮食产量呢 也跟着扩大好几倍 李四呢 只耕中自己那一亩三分地 毫无进取精神 那么几年下来 张三显然会比李四富有的多 按照正常的人性 李四当然看张三眼红 所以自己啊 也会有样学样 努力啃荒 不甘心啊 被张三拉在后面 那么对于朝廷来说 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 虽然大大提高了 产量虽然也跟着大大提高了 但税收还是以前那么多 这真的好吗 对于朝廷而言 好处其实可以从别的渠道获得 好 我们来看商君书的记载 有一章叫做来民 探讨的是怎样把外国人口 吸引到秦国来 首先分析秦国和临近诸国的不同特点 秦国地广人稀 三进呢 刚好相反 所以只要秦国给出优惠政策 三进百姓一定愿意移民过来 在秦国种田纳税 这样一看 人头税政策所针对的不是存量 而是增量 如果移民增加导致人口暴涨 荒地全部开垦完了 那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最好的办法是 先走到那一步再说 反过来看 如果按照土地征税 那么耕地越多 税负也就越多 这当然会打击到开荒的积极性 再有按照人头征税 还能狠狠打击贵族和商人 让他们养不起太多的门客和奴婢 毕竟多养一个人 就得多交一份税 那些擅长种地的人 当然愿意按人头交税 但显然 不会所有人都擅长种田 所以唐朝史学家 杜佑对秦人的土地政策 有一段很有代表性的议论 说夏商周三代 虽然赴税的名目不同 但算下来 基本都是征收十一税 大概都是按照土地来征税的 到了秦国就不同了 舍地而税人 不按土地征税了 改成按人头征税 这样一来 不论一个人的耕地是多是少 都要交一样的税 这就导致穷人往往承受不起 只好逃离农田 富人却有机会大量兼并土地 贫富差距 因此越来越大 如果只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看 那么人头税的政策就是一套促进农业发展的筛选机制 越是能把土地资源物尽其用的人 就越是可以不断获得新的土地 不断扩大财富 而越是缺乏这方面能力的人 就越是容易失去原有的土地 要么去做上门女婿 要么去给地主当长工 这样一来就迁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大经典问题 耕地到底可不可以私有化 私有化就意味着土地可以买卖 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变体 那就是该不该耕者有其田 这样的问题一摆出来 原本单纯的经济问题 就被牵扯出了社会意义和伦理意义 国家有没有义务让耕者有其田呢 儒家总会给出肯定的答案 但如果国家真有这种义务的话 是不是也有同样的义务 让手工业者都有自己的作方呢 手工业者没处说理 毕竟在农耕社会里面 关注力全都集中在农业上了 最后留意到思考题 人头征收农业税 看上去很能促进农业生产 但历史上也发生过 从人头税退回土地税的时候 效果竟然也很不错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到底哪一种征税方式更有经济效率 欢迎在留言区谈谈你的看法 我们下一讲再见